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請 因為為了要節省時間 今天案子相當多啦 我們是不是就請農委會主委報告 那請減短時間好嗎 好 請農委會主委 陳主委 主席賴昭惠還有所有的委員 跟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 農委會這邊用五分鐘來跟各位報告 有關今天的整個經濟委員會裡面 它總共分成四個部分 那我針對整個預算的解凍案報告 以及假新聞的部分 來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下一頁 那我們這次的整個預算總共有13個案 13個案裡面有兩個是書面報告 那就可以解凍 有11個是要經過討論 那總共我們被凍結是大概20.16億元 下一頁 那這個是兩個書面報告就可以解凍 那我們有依照相關的規範來執行 下一頁 那這個是11案的這一個 有關的這個要專案討論的報告才能解凍的部分 那從裡面的這11個 我們的各機關跟裡面的相關預算其實跟農民息息相關 比如說下一頁 我們的水土保持發展自三黃紅是農民還有所有的自三黃紅非常重要 那我們被凍結了1.5億元 所以這個我們希望說可以在今天的會議裡面解凍 那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下一頁 是針對整個假消息 假新聞的專案報告 在沒有報告之前呢 我在這裡正式的 再次的跟黃國昌委員道歉 我昨天晚上也打給了黃國昌委員 是因為在之前會做注文的時候 那有關的整個領犬員 遇到了許多實際的問題 那會影響到整個防疫 那黃國昌委員 我非常感謝他是 他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這些問題 甚至讓我有機會可以跟這些領犬員直接來對話解決 可是我們昨天準備的書面資料裡面 因為幕僚的這樣的作業書 但也不是幕僚問題 是我自己要負責督導的這一個捕捉 所以造成了對黃國昌委員的傷害 我這邊再一次的跟黃國昌委員鄭重道歉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或許各位覺得說 那是不是農委會自己也製造假訊息 假消息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定義下一頁 那這個我想就不用再講了 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 只要有人類就當然就會傳播中所謂的假訊息 可是因為新科技的存在 造成這個假訊息的患難更嚴重 那下一頁 那這樣的一個嚴重 我想 如果今天是農委會自己定義假訊息 假消息 各位一定不會同意 所以大家應該回到全世界各國在定義假訊息上面 他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 他當然是要有惡 惡就是所謂的故意跟 惡 這樣的一個意圖 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當然是要假 是要虛造 而且是假的這個部分 第三個 他要造成傷害 那我們認為說 所有的假訊息 我待會要所提到的四個案例裡面 一定都要補合這三個要件 我們才認為是假訊息 如果今天有人在網路上不小心只傳一個圖片 那我們不認為 他是在製造假訊息 但是我待會講的四個案例裡面 一定要補合這三個要素呢 才是 那我想 剛剛媒體有問我說 昨天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簡報資料 是不是在製造假訊息 那其實不是 他我們沒有任何的一個惡意的這樣的一個企圖 所以我想我這邊要特別說明 下一頁 那 農業的假訊息真的是鋪天蓋地而來 我這裡只是沒有準備我每天所遇到的這樣的一個假訊息 當我去高雄的時候 某些的盤商竟然在臉書上面直接講說 集中哥哥今天說某一個產品價格要開多少 這個算不算假訊息 就我們來講當然就是啊 因為他有惡意的 對後的企圖 他就是虛擬的 他就是要影響到農民的這樣的一個收入 只是我們在這裡有沒有辦法處理 有時候沒辦法處理 傷害有沒有造成 當然造成了 所以各位看下一頁 我們認為現在的所有的假訊息的一個方式 已經變成是一個固定的一套模式 首先就是有人在放 放完之後呢 有人會在臉書上推播 推播完之後呢 特地媒體在報導 報導完之後呢 政論節目再講一輪 講完以後 隔天再把影片 來傳播到各地 這個就是有備而來的 符合所謂的惡 這樣的一個惡意 故意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訊息有沒有講 有 從來不誤我們農委會 任何政策任何的資料 價格的資料正不正確 就直接這樣子散播 有沒有影響 有 如果願意的話 我當然把我手機裡面 我到各地 昨天到高雄 當場就有很多的農民跟我抗議說 為什麼每次講農產品的報導 都是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個就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模式 那下一頁 那 嚴重的影響當然就是包括價格下跌 包括許多食安的議題 包括整個產銷的資訊 受到影響 甚至最後影響到農民的收入 所以我們再強調 我剛剛在定義的假消息裡面 如果只是對政務官的批評 其實那個就不是假消息 因為對政務官其實沒有做好 怎麼批評都沒問題 影響到農民的收入 才是我們要關心的 下一頁 我要請大家去問一下 為什麼其他的部會的假消息那麼少 農委會的假消息為什麼會那麼多 很簡單就幾個 第一個 農產品不像工業產品一樣 一個規模出來 農產品有上中下有非常 非常的一個特殊的特級品 甚至格外品 他就故意的去報導那些格外品 來影響到其他的上中品的薑的一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他是農業的特色 容易被製造假新聞 第二個 他比較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他操作成本太低了 他隨便去找個農民 農民的樣態有專業農 有監獄農 有老農 有青農 各地都有 甚至找一個假農民 也都可以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他製造成本非常低 第三個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一個操作 因為所有的消費者 全民對農業 都有一種情感所在 因此當他製造假新聞的時候 的渲染力感染力就更強 他就抓住了這三點 來讓我們農業部門疲於奔命的 受這樣的一個影響 最後甚至有國外的因素介入 是因為用這樣的一個成本來操作 更可以達到一個特定的 一個所謂的其他的目的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為什麼遭受 供給的原因 下一頁 底下我就很快的舉例 這是某一個平面媒體報導 當天的清化菜的價格 明明一公斤超過30塊 他講10塊 隔天婚姻商就會去跟農民 買這樣的一個價格 那這個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啊 那這樣的影響 我們認為單一個清化菜 就那個月而言 價格下跌的話 影響就超過千萬 那這個農民不是有就損失了嗎 本來特意要做政治操作 打擊特定 部門或者是所謂的對象的 結果反而造成農民的收入 我會跟各位報告 現在農民會開始站起來了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日前3月的 說我們的分補泥放寬 百分之百 已經上路了 最快4月上路 分補泥的殘留量 什麼時候上路的 我們百分之百 然後把雞蛋倒下去 沒多久雞蛋下跌3塊 這個就是特意的 一個網路在操作的 下一頁 這個我想 我就不用再講了 一斤一塊錢的鳳梨 造成我們現在 在處理上更大的一個問題 我去 因為這樣的報導 多少屏東高雄 台南的農民打來 他哪有這樣的一個行情 國外的通路商打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行情 那這樣的話 那不是所有的外銷價格 要硬幫幫的受影響嗎 下一頁 那我想這一個更是 這個就是 那個 某個 粉絲頁故意說 所有的 中國飄來的死豬 是我們自導自演的 我們在防疫疲於奔命的時候 還要花時間去處理這些議題 最後受影響的是什麼 讓消費者以為說國內有豬瘟 會做豬瘟 結果影響了消費 價格 當然就受影響 下一頁 那 這個 我剛剛已經講清化菜 所以我們就立刻的更正 可是我要問各位的是 錯誤的訊息 假的訊息 傳遞的速度 更換為 跟我們澄清的 可能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就整個澄清十分之一啊 那 如果沒有更嚴格的法規 來規範的話 那受傷害的是農民 下一頁 那 這個就是所謂的 建賣工糧到中國給解放軍吃的這樣的一個 明明這個工糧的這個 招標制度 不是民進黨執政才做的 國民黨執政也是這樣做的 我們甚至把它做的 比國民黨還好 可是他直接說 因為我們將賤賣到對岸 害我們那一個月的工糧招標制度 就受影響 沒辦法去化工糧的時候 一起要收割了 價格當然就會有支撐的壓力啊 那這個很明顯 都符合我剛剛講的假消息的這個三個定義 下一頁 那這個我想 影響香蕉 這個是在去年的時候說我們的香蕉 使用的農藥超標會致癌 本來量已經過多 再加上這個 消費者更不會吃啊 那這個有沒有影響 當然也有影響 下一頁 那這個我想請到這個 鳳香蕉的這個圖案 各位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用再講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典型的文旦的操作的案例 我希望用這個案例來讓所有現在 在國內以及在國外要製作假新聞的這一些背後的特定團體 跟單位了解 最後農民會站起來緩撲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下一頁 所以我們真的 這個是為作主任的不能下一頁 這個就是 這個已經是一年多 到現在還在傳 說民進黨政府 把農業的金庫的7000億資金 直接拋到新南巷把它花掉 ODA啊 ODA跟農業金庫要設 OBU是完全兩件事情 現在的群組還是在傳這一個 那農民會不會看得生氣 當然會生氣啊 那假新聞有沒有達到效果 有啊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一個國家 沒辦法遏止這樣的一個假訊息 假消息的傳遞 專業會不見 專業會不見 不是只有農業部門 整個國家的發展會大受影響 下一頁 那我們當然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釋甲破甲 抑甲最終要成甲 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會全力的來 實施下業 我們現在有幾個因應的作為 當然第一個要修法 我都會說明我們修法的重點 第二個 我們農委會內部 這本來應該是跨部位 我們自己內部已經成立了一個作戰小組 我們一個小時 確定定掉兩個小時內 我們的資訊就要出去 或者會來不及 跟上假消息的傳播 那第三個 我們會公布所有的農產品相關的資訊 來抑止這些特定故意打擊價格的這些假消息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會跟農民秉鑑作戰 我們會讓所有的農民站起來 只要特定媒體再這樣報導 我們就請農民站起來發聲 讓他們知道本來要操作 讓我們失去農民的支持的 我們現在請農民會站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要做的四個重要的策略 那最後呢 下一頁 這個修法的部分我想草漢就在這裡面 就請各位委員這邊來 來希望可以這樣的話儘快的通過 那最後我還是真心的期待國家的治理 還是要從專業的角度 如果只是刻意的這種放假消息假訊息 傷害的不是一個部門 是一個國家 那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陳主委